伴随吉隆坡人将近30年的夜美巴沙正式走入历史 吉隆坡市政局原本希望老巴沙的摊贩 今天可以正式迁入新地点 也就是半山巴综合商业广场营业 不过基于大部分摊贩忙于搬迁和整顿新档口的事宜 因此市政局宣布延长宽限期 摊贩最迟在这个星期六搬迁到新巴沙 吉隆坡市政局原本限定夜美巴沙的业者两天没开业 但是小贩忙着收拾货物 用具 橱柜和桌仪等工作 不少业者都高喊敢不及 根本是做不到生意 怨声载道 时间太短了 就算我们其实已经安排好要怎样装修 我们也是要安排那个人 那个人也不是坐着等我们来做装修 一定要我们要搬来 这样我们就讲搬来不可以做生意 我们怎么办 是很陌生 也不知道怎么的情形 可是我们就希望这里生意好 市政局小贩执照和发展族总监拿多一布拉辛和行动党五级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 今早巡视新巴沙之后 除了宣布延长宽限期 让小贩最迟在本月底搬进新巴沙 市政局也同时答应给予30%的租金优惠 直到明年3月31号 新巴沙开业的第一个阶段 当局只是开放第一层停车场 预料另外两层停车场将在今年底完工装修之后才会对外开放 至于蔬菜 肉类和服装档口则设在地下层